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肖峰 欢迎您来到环球聚焦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汤伟先生 我们是政治评论员 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我们美国 虽然距离2020年的选举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但是就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此时此刻 美国已经宣布 我们的民主党 也就是现在的在野党 今天周二和周三 两天将进行总统候选人的 第二次的电视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 我让我们大家很有兴趣的看到说 大家以为第一次辩论会之后 会有一些人退选 显然没有 25个人 大家依然是排排站 一起来面对我们的观众 到底会怎么看这场选举 今天我们邀请汤伟先生 跟大家聊一聊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政党政治 首先我们欢迎谭先生上我们节目 谢谢您 谢谢 汤先生 现在民主党看来这二十几位候选人 各个都还是越要欲试 尽管五名 大家现在媒体只谈前五名 基本后面都不谈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在这上 但是我观察到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 这一期的Time杂志 最新一期的Time杂志有一篇文章 他特别指导说 他说民主党党内出了两个人 一个是当然是我们这个副总统拜登 他现在是主导了民主党的一个主流 他说现在还有一个人 民主党的一个索马里的义的穆斯林背景的议员 欧巴 他说这两个人他们的主张 他们的道路已经把民主党分化了 他说民主党现在党内啊 不是我们光是我们总统再说 那四个人你们要不要给我回去 他现在民主党党内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大家说民主党的路线 这场总统大线 尽管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目标 是让当着川普下台 可是路线不同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从好像从政治的这个常识来讲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对啊 这个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二十多个人 大家还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话 一轮下来 大家应该是稍微有个别人还是会 这是政治常识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跟随美国政治比较紧的人 可能会知道 可能会发现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目前民主党参选的这个状况 跟这个2016年那一年的选举 就2015年的时候 共和党的状况是一样 也是一大群人 十好几个 十好几个 然后呢 大家共同的目标 也是把民主党的这个统治给终结 然后呢 也是当年的Donald Trump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也并不是主要看好的几个人 主要看好像Jet Bush啊 这几个人 甚至当年那个Ruby啊 还有那几个都是 都是要是说 媒体说的几个人的名字 恐怕那会儿的时候 Donald Trump都是作为一个笑量 或者说是作为一个 就是叫花絮 选举花絮 因为为了加强这个电视节目的娱乐感 那所以呢 就因为这个东西 好像他马上 这个给民主党人的一个启发呢 就是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 你一开始 就说输在起跑线上 别当回事 中国人讲小时候胖不叫胖 对 你得看以后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其他的这些人 现在呢 基本上没有说是 大家像以前的政治常识 我看了好几个月了 我都已经宣布了好几个月了 不行就算了 好 没有这回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大家还从这个上一次的里面 川普他为什么 到最后的时候 能够脱颖而出 他很多的观点 是非常激进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选举的 这个过程之中 他实际上 不要看拜登现在 这个有这个这么高的位置 他所面临 他所代表的 也是属于我们常说的那种 民主党的建制派 对 民主党的传统派 对 所以传统派一直都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在他们 因为你问 问这个民主党的人的时候 他很多人 这些都是老党员 所以呢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表达各种各样的意见 所以你能感受到的 一开始的时候支持 就像杰布斯 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 不光是看好他 他那个钱可是实实在在的 不光是说 一个别的评论员看好他 就是捐钱出去的 也就是捐钱出去的 大部分人还是希望他能够赢的 没错 捐钱出去 他一个人相当于所有人加在一块 还不到他那个 所以就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大家建制派的人在追这个拜登 那其他的人 他所看到的机会呢 就是川普给他指令的道路 他靠的是一些 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一种 不是激进一点 是非常激进 他就说现在当然激进一点多一点 不容易不容易 stand out 对 所以就要 语不惊人死不休 对各种各样很惊人的话 要要说出来 比方说这个 Corey Booker要 要给这个黑人 给一个什么赔偿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就是 大家已经觉得可操作性的 是实际上是没有 你留了不可思议 但是仍然会有人就是这样提出 因为大家从川普那边看到的 就是说 最重要的不是人们对 尼尼的想法的理性的分析 而是人们对于你的人的 这样一个认可 人们可能投你的这个票 恐怕他根本不需要喜欢你 根本不需要觉得你的政策靠谱 他只要觉得 你说这话就是我想说的 就比方说川普他说 这些非法移民该给弄回去 因为很多的人 他实际上是反对这个 平常他没有人替他说这个话 他就爽 所以他就投票支持了 他是否会真正能够给他带来什么 他不去 所以就说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民主政治之下 他很有可能给这种激进的 这种观点 给一个很大的市场 而且激进的这些人 又通过这种 个人的 所谓的个人魅力 就说我就是这样 他完全以一种不顾 让很多人说 他就是爽 然后我觉得实际上 他是把这种 原来我们通常都说投票 特别是这种总统大选 这种投票 是经济性的投票 就像这就是 比方克林森当初说的 这个 就是 最重要的是这个经济上的东西 但你看之后的很多次 包括这个奥巴马 包括这个川普 当然川普 没有 没有这事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人 也可能是在往这个方向想 至少他们在那里 做自己在那考虑的时候 我们还是否要再坚持 是不是要把这个观点 弄得再统一点 没有 现在大家都是在说 这个比较 而且民主党前一轮 就是一方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川普的这个成功的经验 另外一方面 民主党还有一个失败的教训 就是克林森 克林森就是一个四平八稳 是建制派的宠儿 然后从观点方面来讲 也是相对说来是 大家听得最靠谱的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选上 所以我觉得 这种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种所谓的乱象 很有可能是一个 大家有意而为的一个东西 希望能够从乱象之中 竖起一个硬汉的形象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 这种状况恐怕还会持久 而且这个观点 大家很担心的什么是什么呢 我特别注意捋了捋 这个我们民主党 这个前五名的这个政治观点 Medicare for all 就是说全民化 就是所有人都要 然后学费全免 Elizabeth Walls 大家推崇的那位华裔 我都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 他说每人发一千块钱 我说这种也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要么这个又是 又是在什么强制管制 又是然后又是在这个 gay marriage 然后又是在堕胎 我一突然发现 全是社会议题 而且是高度争议的社会议题 没有一个人去谈说 我们的经济应该怎么发展 我们现在 我们的制造业不能回流 我们现在失业率虽然很低 但是都是低薪工作 我们美国怎么跟 这个未来的中国去竞争 我们怎么跟 我们的欧洲跟日本来竞争 没有一个人提出经济上的议题 全是重大社会议题 真的让大家非常担心 如果这些人上了台 他只关心这个 他从某种程度来讲 他实际上是延续了 就是说从克林顿之后的民主党人 这个更走向liberism 就是自由主义 越来越自由化 越来越自由化 而且实际上当奥巴马时代的时候 就是说社会议题已经是 民主党这个 就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话 没错 他们不光是在全国政治中间 是以这种社会文化的议题为主 他们实际上在州啊 包括这些方面 你看我们家州 对 连用煤气都已经上了法庭法案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个呢 是民主党呢 他也得需要一种思考 那他自己上一次 失去这个所谓的rusty belt 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人 对他们的生计 有任何的这个关心 而我相信 他现在炒作的这些所有的话题 那你说他重要吗 恐怕对于人的心理来讲 的确是让人感情上 是很容易激动的问题 比方说 谁没有碰到过一两个 这个什么家里有个生病的人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Medicare说 一听哇就让人热血沸腾 然后很多 反正要不是刚上过学 要不是孩子要上学 这个college free这种东西 也听起来不错 等等等等 就说但是最终呢 回过头来就说 你经济怎么发展的问题 就是尽量 都需要钱的 都需要钱 所以我觉得就说 民主党这些人 他们如果继续这样走 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反倒是会被川普给抓到 没错 川普手上还有牌呢 他的infrastructure的这个问题 对啊 我主要基础建设一展开 我不管借多少钱 至少他说的这个东西 是老百姓也是感同身受的 对吧 老百姓开在这个颠簸 不平的这个路上 高速公路上 逛逛的那个车 所以我们都是有体会的 所以当去投票的时候 就会在想 这件事情是跟Gay 能不能marry 到底我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觉得就说 民主党人 他的确在这方面呢 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个思考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 因为他长期以来 民主党从政治精英的选拔的 这个方面 就一直是按照liberal的标准 也就是说 第一看种族 第二看性别 第三就是说 看你的社会背景 所以他们标榜的就是 看我们的黑人比较多 我们的政治家里的黑人多 看我们的女性比较多 所以当你们 当你自己对自己的精英层的 这个选拔方面 就是以这样的标准 你说最后 我们要推选的人 他不是按照这个方面去考虑 这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的精英 就一直在强调 我是一个女性 所以才会有Elizabeth Warren 特别想说自己是一个 Indian的这个 对 还说自己 是 对吧 所以我先想说 这就是增加自己的筹码吗 因为她的这个成长的 这个环境之中 她的每一个境界 她都需要向她的这个同事们 就是她的民主党的 这个选民们 要讲清楚 我从我的这个身份方面来讲 是一个你喜欢的 我少数一 就是少数一 穷人 这个移民 或者是等等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川普和这个 所谓的四人帮 川普说的这个四人帮 他们这种 也是这样一种 因为他们这四个人 老百姓的眼里来看 他们至少有很多的成分 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主张 没错 这一点才是关键一点 所以民主党走到今天 未来能不能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 时间内容